大家好我是绿克 感谢你点开这期的开箱视频 那么这期呢同样不开箱球鞋了 我来给大家开箱一下最近 Vergio Ablo和宜家最新的马克拉德联名系列产品 那么这一系列产品呢 一共出了非常多件吧 有地毯 有钟表 有工具箱 桌子椅子 还有橱柜 还有镜子 以及一张这个蒙娜丽莎的画 不过是可以亮的一张画啊 那么这一系列的联名产品呢 在中国也有发售 不过很遗憾呢 虽然我登记抢到了两件东西 一个是纸袋 然后一个是工具箱 不过因为当时我需要出差 就并没有参与这次排队 那么在之后呢 我也得知啊 即使你当时没有参与排队 没有中签 如果你来第二天去到一家商场的话 依旧是可以买到相当一部分剩下的产品的 那么确实啊 我平时都在上班 真的没有时间去跑那么远的一家线下店购入 另外呢 在综合考虑到了我家的情况 我觉得哎 买一个地毯还是OK的 所以呢 这次我就只入手了那款 Wetgrass的地毯发售价1499 而我的入手价3621 确实有一点心疼啊 其实心疼的主要原因呢 一个是因为真的翻了2000块钱入手 另外一个呢 是因为在鲜亮发售的当天 第二天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毯剩在店里 原价就可以入手 而且现在如果你想入手这款地毯的话呢 只需2000多就可以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款地毯到底长什么样吧 哎呀 没错 这个呢 就是这款地毯啊 包装真的非常的简单 卷起来拿塑料纸一包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款地毯啊 可以看 首先背面有一个简单的这个产品介绍 包括图样啊 包括尺寸大小 这款的尺寸呢 是133×195厘米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同时呢 我们直接打开来看吧 对 它的灵感来源呢 实际上就是草坪 所以整个地毯织物的感觉呢 离晚的看 真的跟草坪一样 不过离近了看呢 其实就是普通的地毯 另外这款地毯呢 除了纯绿色以外 其实在下面还有这个印刷字 上面写的叫做white grass 中文翻译叫湿草坪吧 或者叫湿草 实际上呢 它的灵感来源在于white paint 也就是油漆未干的意思 在国外啊 如果你去公园逛的话 有的地儿呢 比如长凳上 可能工人刚刷上油漆 它是会写上这个字样 告诉你油漆未干 不要坐上去 所以 vergill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构思 把这种人工的东西 和这种自然草坪呢 结合在一起 我买这个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 给我拍球鞋 作为一个背景 因为我觉得这个绿色 还真的挺好看的 尤其呢 在客厅或者工作室里 摆这么一片绿 真的非常带感吧 那么接下来 我把它铺平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毯展开 到底是什么样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把它铺平 看一看吧 这边感觉 卷的真的 还是很瓷式 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整张地毯了 真的非常大一片 这个可以说 非常非常有质感 你把草坪 这样拨起来 这块颜色就变深了 刚才是因为 整体是处于 卷着的状态 所以所有毛 都是扁平的 那么把它撩起来 来看一下这块 离婉的看 真的非常像是一片草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这块地毯呢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叫做爱上一批野蛮 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买这块地毯 摆家里之后 我感觉 这也算是家里有草原了吧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这就是扔上一双鞋 就是这个效果 那么我相信 刚才大家已经看过 这个地毯 铺出来的效果了 可以说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震撼了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家里呢 有这么一大片空地 然后另外呢 整体加装和这个颜色 也比较合适的话 强烈建议入手一块了 因为真的 非常非常震撼 而且确实是一个球鞋 拍照非常好的背景 那么除了这块地毯以外呢 Virgil还出了叫做 Keep Off 也就是在那个地毯上 写了Keep Off 字样的那一款 不过啊 我要说的是那一款呢 其实并不算是地毯 更像是挂坦 因为整体文式风格呢 其实很像 伊斯兰家装的 一种挂坦风格 另外还有叫做Blue 也就是 在一块红色地毯上 然后写着Blue字样 蓝色字样的那一款 同时还有Grey 以及Loading 等等非常多的款式啊 可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款呢 Virgil还有很多其他的选项 供你购买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这期的开箱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以上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